有不少議員就關注到警隊人力資源緊張 更加可能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 梁安琪說下 多位議員關注到保安部隊人手短缺問題 立法議員楊杜康就建議開辦短期課程 專門培訓出入境管理人員 同時可以借助電子科技去舒緩人手 而立法議員周錦輝就認為 保安部隊領導級的培訓進度緩慢 在人力資源短缺的情況下 擔心警隊領導層退休之後 沒有人去繼承 因為未來的人才 如果全部流失了 我們澳門哪有甚麼看到 其他的年青一代可以接得起呢 例如是否真的要全部都要受斷念 才能做到我們的局的和聽的頭 保安司司長張國華就說 基於編制和政府財政審核 配合方式招聘保安學員的人數 只能夠按照職位空缺數目 所以出現警員長期難以填滿的情況 由於治安警編制由原來的3,800人 擴大編制至5,100人 所以預計需要3至4年才可以填滿 大幫局會設法、減化招聘程序 亦都會增設硬件設施去配合招聘 無論在招聘的程序和訓練的課程中 將它加以縮短 用來配合招聘的速度 他又說目前保安部隊裏面有不少警官 已經接受指揮領導課程 包括已經有十幾名警官和消防官 有資格擔任局長級的職務 所以不擔心警隊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問題 另外他又透露監獄將會招聘一批 越南籍人士擔任獄警 人員現正在越南接受著英語培訓和體能測試 很不妙計